2015年,香港有屋邨爆發 食水含源事件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17年,竟然再有屋邨居民 驗出血液含源量超標 而長期飲用含源水,危害極大 嚴重甚至會導致高血壓、 腎衰竭、大腦和神經系統受損 市民當然非常擔心食水安全問題 食水安全的問題 會否有些擔心? 會… 會擔心甚麼? 會污髒、污染 之前啟程村的鐵獸水 源頭應該是大廈的水箱、清理等問題 你有沒有聽聞外國的水質比香港好? 例如日本最明顯 去很多地方打開水喉 水已經可以直接飲用水 由於水喉中容易聚積沉澱物 政府建議市民用水前 最好先開兩分鐘水喉 放水就說是安全 但看起來很不環保 有點浪費水 對,你就算是用來淋花 哪有這麼花淋? 我覺得沒甚麼用 是給自己的心理作用 好像是沒有顏色 就乾淨一點 那你會做甚麼措施? 都是安裝一些濾水器 那些去做基本 或者是電解水機 市民也沒甚麼要做 政府也沒甚麼可以幫到我們 我們唯有自己,就自己買一些濾水器用 為求安心 市民大部分都會在家裡加裝濾水器 但現時很多一般的家用濾水器 都很難過濾到重金屬成分 那到底哪款濾水器才有效呢? 現在市面上都有五重過濾的系統 裡面每一個洞都是0.1微米的 水和抗紋質才可以通過 連細菌,剛才提及到的鉛 或者可溶性的膠 都會完全可以過濾 保障到我們的身體健康 平時上班,公司沒有濾水器的話 怎麼辦呢? 市面上都有些裝了同款濾芯的濾水壺 先煲滾水,再將水倒入壺 都可以過濾到鉛等的重金屬成分 但選擇適合濾水器的同時 都要記得定期更換濾芯 一半三個月便要換一支 在這個玻璃窗 看著中空思膜的 如果覺得它很黃 或者有些很特別的狀況 可能未夠三個月 都可以自行決定更換這些濾芯 保障自己的健康